欢迎收看57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台股近期震荡 大团多头气势受阻 让即将到来的520行情 会不会受到发酵 没有办法往多头方向迈进的困扰 台币连续6个交易日 是贬值的 台股今天持续的开低震荡 但是指数有守住 上个礼拜五的低点 政策股没有转弱 那台股当中现在看起来 依然走势是弱中透强吗 而政策概念股 还有没有上攻的动能呢 马上欢迎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 肖又铭 老虾好 明君 各位同学好 欢迎分析是王兆丽 兆丽老师好 明君好 同学好 欢迎分析是邓上伟 邓老师好 明君 同学们 大家好 安 我临行情投资很多想问 到底还有没有戏呢 台股今天开低 不过守住上个礼拜五的低点 政策股没有全部都挂掉 代表行情弱中透强吗 今天最惊喜的是货柜股 扬名说要大造新船 但为什么外资卖 可是投信却买呢 货柜股今天盘中由黑翻红 是该趁这个翻红的时候换股 还是说已经够低了 不要乱砍呢 再等一等 还是有向上反弹的机会吗 而军工股当中 军工好汉唯一的 得到满积分的个股今天出现了 那就是财报非常亮眼的JPPKY 第一季赚赢去年的上半年 买的人要不要报警处理呢 还是见好就收 请问老肖老师对得分表的最新解读了 法人开始换季也开始大换股了吗 又关注到好多低季财报之前 法人押保的股票 今天财报要全数公告完毕了 但获利成长股 有一点点看到高位阶长完的味道 那么有没有机会换位阶比较低 跌身的个股来表现呢 另外今天台股股市当中 看起来没有明显的主流 反映财报个股走势非常分歧 你真的会看不懂 没关系 见赵丽老师整理了好多Q1财报 跟后续走势的影响 告诉你哪一些可以弯腰减钻石 可以来留意 包含的重电股也有指标 那相关的个股呢 等一下老师都会说 不过呢要聊一聊 是今天报纸上面写的防疫概念股啊 说传出Q2业绩可能会一个蛮大的考验 药局股融景已过了吗 还是说拉回可以介入呢 请问赵丽老师的看法咯 520行情到底还有没有温度 再生医疗啊 这个法案哦 一天突过一天 其实大家看不太清楚 不过真的过关的话 行情有机会大喷发 但是风险也相对大 再生医疗相关概念股是强短就好 不过一定要小心风险吗 还要说你找低位阶的 慢慢布局长线靠好 还是有赚钱的机会呢 而绿能股今天 普遍比大盘还要强 能够续报吗 请问邓老师 我要回来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520之前大盘观望震荡 其实美国股市当中 没有看到什么太大的风险 但台北股市怎么涨不动呢 今天大盘是开地之后 一路的向下 但是其实跌点没有算大 主要是靠台积电撑在平盘附近 今天下跌27点说在15475 量缩不到2000亿只有1891亿元 那个股的轮动速度很快 大家抓不到节奏 因为上个礼拜五大涨的广达 今天熄火休息 回档近4% 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从K线的观察 老师我想问今天礼拜一 台北股市指数下跌不够好加载 有守住上个礼拜五红K的低点 我可以说它是弱中透强吗 整理上我们的看法呢 我们今天的标理叫做 找不到主流对不对 真的 所以稍待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呢 其实帮大家找到两个 会长的标的股 那两大主流 首先我们先从大盘 很快速跟大家做个浏览 嘉全指数今天中场 售在15475点 可是今天找盘呢 一开盘之后 今天的多空分 分析点就在15475 所以今天整理上就是 以15475当作轴心 上下来回大约就只有25点 非常载幅的一个整理 如果单纯就K线来看 过去这两天 好像走出一个小小的收敛 问题是这个收敛 我们的看法呢 明天应该要表态 所以呢稍待我们针对 本周两大主流跟大家做简报 好 为什么明天有机会表态 刚才讲美国股市当中 并没有太多负面的消息 台北股市为什么若刻呢 大家在观望很多财报 要公布的变数 那从国际的氛围来观察呢 首先我们讲恐慌指数叫VIX VIX它是反向的 它有领先发现的功能 所以当然从国际股市就先看VIX 问题是现阶段台股跟国际股市 那个沾黏度不高啦 所以变成就是说 不见得国际股市大涨 台股会跟着大幅度上扬 不一定 所以整体上 但是我们还是要观察它 如果单纯就国际股市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做观察 过去我们都只讲量价 量价就是交易量 跟价格之间的变化 那一样我们回过头来 在这个月的5月2号跟5月4号 它分别爆出两个大交易量 分别在交易价格落在 20.25跟21.45 因为在这两大交易量之下 单纯就量价来看 整个恐慌指数会持续破底 这是单纯我们看交易量跟价格 就是国际股市 这里找不出会跌的原因 你知道吗 可是反过来讲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叫形态 什么叫形态 我帮各位画几个圆圈 所谓的形态就是说 我们去观察股价的波动 这个波动过程 我们就把已经发生的高点 都抓出来 这叫高点 这个请问这个高点 是不是一直往下走 然后我们再抓出它的低点 OK 就是它在行径波动的 你会发现到高点越来越低 低点也越来越低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框架 这就是一个修正的走势 对不对 回过头来我们看 这里这是个高点 这个是个高点 这是个高点 这是个高点 这是低 低 低 你们有发现到高点越来越高 低点也越来越高 代表什么 这是一个多方的推升 但是这都是已经是过去了 所以我们要展望未来 那你怎么展望 你看 你就把高点抓出来 也不用猜 我觉得为什么不接受事实呢 事实就是去找会长的股票 去找出未来商品价格的一个形态 破洞走势 高点不是越来越低吗 低点也不是也越来越低吗 所以它就是个破底 所以你怎么看国际股市 找不到会跌的理由 加上这个礼拜 礼拜一到礼拜四嘛 你去看国际股市 它会告诉你说 这一周主要既是 周一到周四 包括要公布所谓的 房地产核准面积数 包括阿里巴巴 以及Walmart Target 加德宝 Home Depot 问题是 那实在是没重要 你知道吗 好 所以我们来看 加权指数的部分 加权指数在今天单一分钟 最大量发生在9.07分 9.07分的家务价格叫15475 所以你也不用猜了 它今天就是这样 上下差不多95点 中场就是45点 就收在这边 问题是你说怎么办呢 没有什么怎么办 就两大主流 我觉得在本周 你要掌握两大主流 不能轻言放弃 好 几个证据 因为VIX恐慌指数 是持续呈现破底的格局 台北股市今天可能是观望 财报公布的周一天 大家按兵不动 可是如果说 全球的股市气氛是好的话 怎么样掌握会涨的标的 就很重要 我们关注一下 会不会是520相关 520是礼拜六 跟政策有高联动的 升级跟储能期 今天在盘中 倒还是有风 过去7年520 前五个交易日 4年有上涨的 五穷六绝的Q2 步入尾声了 市场会卡位 下半年的复苏行情 但变数是 美国债务的上线谈判 还有巴菲特的13F报告 政策力挺生计产业大爆发 反而说去年生计获利 上看250亿 今年拼330亿元 要看政府的态度 尤其这几天 吵的是再生医疗 相关的法要不要来过关 一天一天的延宕 不过大比较说 有争议大家讨论是好事 这个相关概念股当中指标是长胜 长胜Q1获利 EPS达到1.7元 较去年同期 亏转营业 创下同期新高 这个礼拜就明天 再生医疗 双法要再拼3毒 另外 航货柜三雄部分 今天也是盘面当中 不能错过的族群 因为开低之后向上来拉高 杨明说要照大船 为什么要看到什么样的景象 反倒是台股的波克夏中环 今天他工掌停板 当然是跟他买航运股没关系 是他第一季的获利还不错 他又买的长荣2460张 老师我想问一下 会涨的股票 这张戏剧里面 你有沒有看来演出 我的看法在第二季 包括重电 除能 生计 这都是主流 这不会改变的 加上我的看法 中环这一次买的长荣 我觉得它会有 真的相当不错的一个 投资报酬率 各位一定问我说为什么 好 我们就来看得分表 各位请看 各位可以加入我们Light 8 在过去这几个月 我们都没有再追踪航运 可是这里不一样了 就好像是上个礼拜 我们提到本周一定是金融 还有一个就叫航运 你说真的吗 来 我们来看 你说你也咬帮帮帮帮 这杨敏是零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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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分对不对 全部是第十买拉斯 长荣了零分零分 好 了不起这只有一分 你说这个会动吗 还真的要动了 你说那怎么看呢 我们看下一张图 记住 当我们在观察任何商品 你一定先看领先指标 领先指标不会动 你就不要浪费时间了你知道吗 哪里有水 哪里洗澡 你跑到沙漠地区你说我要来游泳 你不找人麻烦吗 好 所以我们就先看马斯基 OK 难道你不看马斯基 你是要看什么 你跟我说 你当然看马斯基 那你就告诉我 过去这一个月 今天不算 马斯基怎么会去 他就没去 你跟他说他会去 他是要怎么去 他没去 航运旧是要怎么去 他就不会动 好 问题是他现在告诉你 我准备要动了 好 我们把最主要交易量抓出来 也就是说从今年以来 马斯基爆出巨量是在 329青年节这天 对 三月以后 OK 这一天他开股东会 好 爆出最大交易量 没有比这一天更大量 他得出我们讲 最主要交易量所产生的交易价格 会得出一个多空的分析点 这个分析一点我写在这里 叫11840 麻烦你做一个比对一下 好吗 请教你 11945是在840之上还是之下 之上 那就好了 除非马斯基跌破840 否则你就是一路乐观航运股 我觉得不要浪费时间了 如果一档个股他告诉你 我准备翻身了 你不乐观 你什么时候才乐观 回过来看运价 你当然看运价 我认为你去看航运指数 不如看运价 为什么 因为价格是真的 你今天一支40小的火车 20小的火车 你要出口到美西到美东 要到欧洲线 是不是要先看价格 这是最真实的 所以我们来看 上面分别是上海到 这是到路特丹 就是欧洲线 再来上海到洛杉矶叫美西 上海到热瓦那 也是到地中海 上海到纽约 对不对 好来 整体上你去观察 第一个运价在过去这一年 当然是崩堤 问题是在过去这一个月 第一个它不再有低点了 虽然涨幅不大 最起码它已经持稳了 这是个事实 我们看底下 好 分别是从出发点都是上海 上海到路特丹 上海到热瓦那 上海到洛杉矶 上海到纽约 也只能说 那这个呢 这个是路特丹到上海 那都是空船 那是空船 那是空船的 我们现在不是说正常的 上海到路特丹呢 路特丹的部分呢 1592 就过去这三周 1645 1605 它也没有再破底了 好 我们看最重要的 上海到洛杉矶 4月27号报价 40万块块1820 5月4号报价1825 5月11号不就现在了吗 报价1827 请问它有持续在跌吗 也没有 好 第一个运价走吻 第二个领先指标告诉你 除非我跌破11840 否则预期马刺激 接下来这个有个反扑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我们自己观察的标的谷 举例我们就看 这一次通通是零分的 的扬名 OK 它为什么都是零分呢 首先我们先看 MACD这里是正的 这里是正的 都是正的率 你就该买进的话 OK 相对的 只要有一个趋势指标转负 你就该走了 两个都正 你应该站在买方 可是两个只要一个 一个 你不要等到两个 只要一个转负 你就该走了 相对的 两个都转正 你是不是做买进 然后只要一个转负 你是不是做卖出 你是不是每一趟都会赢 OK 可是回过头 我们看这是到上周五 到上周五你说 这怎么会去 怎么看 已经不去了 你知道吗 你这从哪里看得出来 我们眼睛去拉枯了吗 没有 我们看右侧 好 刚刚你看的叫趋势指标 我们在上周四台北股市不是大跌吗 我们说这个时候你要运用什么 你要用反转指标 所以我们是不是讲了KDJ指标 对 KDJ不就零到一百吗 上下来回波动 就好像老先生牵着一只狗 老先生跟狗之间有个狗链 因为这叫狗链理论都可以了 那只狗不就来回来回跑来跑去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冲过一百 回来一百代表什么 他跟你说你要走 你是不是会在这里 相对的我们看右侧 好 这里叫零 上周五请问有没有跌破零 有 它跌破零 所以也就是说 你就不要让它回来零 它叫跌破零一回来零 这个不就直接要来挑战 这个集结区了吗 所以你怎么看本周 肯定会有航运股 好 航运股 我老师从这个趋子指标 跟帆砖指标来做观察 有这个酝酿反弹的契机 那这个五月份的行情不能错过的 当然还有之前政策指标的升级股 另外还有重变出呢 这一次我们去观察过去这一段期间 其实军工股修正幅度大 我们认为大概要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认为本周就是赶底 那接下来不排除 接下来就会转现一波非常强劲的反步 但是我们先看最强的是谁 真的是除能 也就是说你去观察 过去这两三个月的主流 里面有一个叫除能 好 我们看今天 四店 不好意思 又是五分 五分 华城 不是华城 三阳工业是不是五分 对 和泰车五分 然后硕天五分 大雅也是五分 又拿到五分 特别是大雅你不要忘了 它有发CV 第一个 有发CV的个股股下站上转换价 加上是站在集结区之上 所有趋势指标转正 那就代表它有准备 有新一波的一个公式 我们值得做期待 所以我们来看大雅 好 它日线一定是正的 不然不可能五分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要看短线 短线就看50分钟的K棒 50分钟的K棒 OK 它是不是告诉这是今天 这是5月15 这是今天 所以他们正式在今天找盘 第一个 MACD拿到转正了 这是第五分 WMA是在5月12号转正 所以整体上 今天是标准拿到第五分 所以整体上 我们针对除能的看法 还是一个正向很明显 接下来就要讲 我们上周讲到的 我们上周是不是说 这个礼拜 有一个新的主流准备要成型 我认为你以去乱拆 也拆不出一朵花来 那你怎么办呢 好 我们先看金融股 金融股比方说 我张盈跟台契盈 我没有写数字 为什么没有写 因为我们在制图的时候 它刚好股价 刚好落在这里 不确定收盘价 在集结区之间 所以各位你可以对照 今天的收盘价 跟它的集结区 我特别有打勾 张盈 富邦金 国泰金 玉山金 中信金跟第一金 你说这个打勾要看什么 看集结的尾巴 这一个 尾巴的就好 前面不用看了 也就是说 你就不要这些金融股 股价张盈站上18 台积银14 富邦金60 国泰金45 代表什么 他站上集结区了 一旦站上集结区 代表他日线都是会震的 然后只要趋势50分钟的转震 这些个股就准备要拿到第五分 一旦原本在比较横向整理的格局里面 拿到第五分 那就直接就是一个攻坚形态 要做展开 包括欢迎各位可以加入我们Lite 我们追踪一下军工股 没有错 你一定告诉我 军工股很弱很弱很弱 你就从这里5月份以来到今天 就除了5月4号还有5分之外 紧接而来通通都没有了 从过了5月4号到今天 没一支是5分的 所以冲上5分 由5分往下档 我们就要提高警戒了 提高警戒该怎么办 找另外一次的攻击点要进场 什么叫攻击点 也就是说 纵使他5分往下跌 但是如果跌到集结区的上缘 他能够守住 懂 守住这个集结区的上缘 那将是另外一波新的攻击的发起点 好 上个礼拜五 老孝老师特别提醒军工股当中 有一档个股值得留意 那就是5284的JPPKY 当时拿到4分 对 那今天唯一军工股第一档拿到5分的是 5284的JPP 加上今年的一个获利大幅度超越去年 所以整体上我们的看法列为军工股最主要的观察标题 好 如果JPPKY有机会持续的稳盘向上的话 军工股老孝老师说 你关注一下集结区的上缘 一旦手稳的话 另外的攻势有机会再起风 那同学们刚才在这个我们节目当中讲到了非常多 关于军工股还有除能相关概念股 以及航运股的得分表的这个观察跟更新 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 可以参考画面上面 老孝老师的大头娃娃 下方的QR Code 跟老师加个朋友加个LINE 那这军工股的得分表 还有刚才我们所讲的族群的得分表 这个盘式震荡当中 变化会比较大 怎么样来掌握这个选股跟这个介入的时机 都可以跟我们老孝老师加个朋友加个LINE 你的持股问题可以跟老孝老师来请问 我要聊一下 为什么大家觉得最近行情特别难做 因为法人似乎换股换得非常勤 第一季财报陆续公布完毕 之前被押保获利很好的个股 已经涨到天边去了 当然要调节 但哪一些个股其实有机会 后发先至叙事待发 换股有没有机会换到叠生的族群 怎么来操作跟留意 我们请问赵丽老师 休息一下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大家说五穷六绝 但是不要忘记了 本月底科技店的大件事 台北国际电脑展Computex 要在台湾实体的展出 这一次我发现宣传活动做得很早 在台北市路边都看到挂了很多的旗帜 赞助厂商有技嘉 超微英特尔等等 这大咖都要来台湾 不过最大咖是这一位今年大放异彩的是辉达 NVIDIA的执行长黄仁迅 将在台湾的Computex展开主题论坛的演讲 传出在开展前 向台积电追加一万片的晶圆订单 全网每个月再额外提供辉达 一到两片拥有CoOS技术的晶圆 那他五月底会来台湾演讲 还会参加台大的毕业典礼 那苹果部分呢 i15出货高档也推升三奈米跟四奈米的需求 Pro版A17晶片是用三奈米 那其他的A16晶片用的是四奈米 但是今天盘面上面AI股稍作休息 不过我想问赵莉老师一个大家都想知道的答案 就是上个礼拜我台北股是疑累累 可是有一档个股非常勇猛 换起来大家的新疆是2382的广达 广达法是会内容没有说得很好 可是为什么他涨停 据传他接到了Google 跟这个Apple的大单 那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大单 但是华硕今天轮到他跳出来稳盘 一样是Q1明明就亏了36.5亿元 美股赔2.3元 但他说本季亏损幅度缩小 今天股价却是大涨来反映 那Q1就是谷底 预估Q2会继承涨10% 那双A都定调Q1是谷底 Q2张朝复苏迈进 第二季进入到了一半 其实法人换股动作 感觉在这两个礼拜 特别特别的剧烈 是说把一些之前押宝财报好的 都卖掉了 那怎么样来留意跟小心 可是之前财报不好 开始看到转好的 像这些族群 是不是反而大家 可以布局的一个方向 对 没错 我想当然现在DGG报 大概公布到今天 大概就结束了 那其实法人当然 对他们买进的股票 或者是要卖出的股票 其实很简单 要买进的 他们当然会去拜访公司等等 对于今年的展望 到底是如何 然后气爆它就是一个 它参考的一个标的 或者是月营收 尤其是气爆 所以当气爆一公布的时候 假如由于他们预期了 股价他们觉得被低估 那有可能就是 还会持续的加码 那当然假如说 气爆公布完之后 那比较不如的 他们的预期 有可能就会进行 迈出的一个动作 我想大方向大概是这样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其实华硕的部分 应该这么说 就是说 大家看到今天华硕的一个涨 你会觉得奇怪 不然说得很好 对啊 连续两季都赔钱会很好吗 你看一下 我比喻 等一下我再来跟大家讲 就是说 其实我们看一下 2357今天华硕的一个 2357华硕的 你看一下 今天股价整理完之后 创波段新高 对 其实你看一下 今天分时的一个走势 看一下分时走势图 你看一下 它的股价其实说真的 今天也蛮强的 那大家一定会觉得说 奇怪 这怎么办呢 对 一开盘就冲出去了 对 没错 好 我要跟大家报告 其实最主要第一个 就是它认为库存的部分 消化得差不多了 就回到正常的一个水准 其实第二个来讲 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它的静止的部分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 在今天还没涨之前 其实它的股下是低于静止的 所以你 对 你不知道它低于静止 对不对 对 不敢相信 好 那等一下我再来讲 我们只是说 从华硕这一部分 甚至于广达的部分 你会看到一些的情形 因为现在季报真的 快公布结束 这是有一个脉络的是不是 对 然后你真的要 检视自己的持股 好 来 比如说我们讲一下 比如像6285的起肌的部分好了 前四月的营收来讲 其实也出现大幅的成长 那第一季的EPS来讲的话 其实1.43元 跟去年第一季比较来讲 是成长了85.78 那EPS QOQ的部分来讲 当然是衰退 那去年来讲的话是7.93 对 那今年来讲 预估会比7.93好 来 重点来了 你有没有看到 最近三大法人 你打一下6285的起肌好了 尤其是在外资的部分 其实你看一下 法人这两天都出现卖操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一天公布了季报之后 结果季报不如市场的预期 结果股价就出现重挫 可是大家没有发现 重挫完之后 其实这两天开始出现了 所谓多头的一个抵抗的一个力道 那你就要试想 就是说你是有这档股票的人 你应该试想说 那到底这些法人 到底是砍真的还是砍假的 他的股价到底是被低估 还是被高估 对不对 因为季报已经公布了 因为你看到这种现行 你一定会觉得 法人卖成 这一点应该不是太好的股票 对不对 你一定会这样认为 可是等一下 我拿来跟大家讲 等一下我们再看 那你比如说像中美金的部分 其实这种股票来讲的话 其实第一季的EPS来讲 跟去年同居也是94% 94% 对 那你看一下5483的中美金 那当然这种股票 很多人都不会看了 因为它本来最后都没在涨 对 因为没在涨 因为也不是热门的主流类 可是我跟大家报告 试想假如这个地方 电子股会慢慢上来 那台积电是不是要左稳 对不对 有可能又要往500支上来 进行攻坚 虽然台积电不一定 连续性的大涨 可是重点 只要台积电左稳 那你细晶元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像中美金这种 它是属于有价值型的 今年的EPS来讲 也有机会成长了 那最近这5天 法人也卖超了5000多张 你说他卖是为什么卖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我不觉得它是因为EPS不好 它是因为觉得 我摸到这个都没去你知道 对啊 我假如又要控制好事 我换股操作你知道吗 所以有些砍下来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低点 有些真的好的股票 其实法人大卖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拨断相对低点的位置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还有其他的股票 那我想你可以加入 我们的Lighted的部分 因为有时候太多人没办法讲 我们看一下 我举例一档股票 好 你比如说像628我的奇迹 好我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你看一下 外资的部分来讲 其实是最近这两天 前两天卖超最大的 然后再加上投信 也出现了大幅的卖超 那为什么 外资为什么会卖超那么大 其实我跟大家讲 因为在之前 有元大出了一篇报告 元大投顾是目标价130 你知道吗 结果第一季的EPS公布完之后 稍微不如市场的预期 好 那你要看 因为季报的EPS来讲 你要看到底是所得税 到底是业外的损失 还是业内的所谓收入 你要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你知道吗 结果看了之后 你会发现业外损失 大概有一亿 你知道吗 就是它的业外损失 假如你把它回 它40亿的股本 假如回退回去 其实大概差0.25 那这个地方 你假如把它加0.25 其实就变得1.6多 大概快接近1.7 其实跟它的报告来讲 其实是差不多的 好来 那你看一下谁在卖 就是最大 最近是这两天你看 它卖超的 总共卖超的张数 1万3千多张 它可能也看错了 就是有可能是它的客户等等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说真的 它只是稍微不如市场的预期 不如它的预期 可是重点是这个是 业外的 业外损失1亿的部分 所以假如说我们这样来看的话 其实所以我才说 这个地方 有些你不一定要跟着法人 来进行所谓同步的一个动作 因为有时候它真的会看错 所以我觉得这种股票来讲到 至少它会有反弹的一个机会 因为它就跌那一天之后 对 其实就这一天 连续两天是有稳住的 对 就稳住了 那当然我想股价来讲 应该有所谓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季报公布完之后 你要看里面的一个内涵 好 那刚才讲到 季报公布之后 这个华硕 尽管说Q2的亏损幅度 比Q1还要少 但是连续两季的赔钱是事实 为什么今天股价会大涨 一度还有一点要来挑战 涨停板的味道 老师今天帮大家整理这个表格 就是说Q1 EPS公布之后 股价反应大不同 那谁可以减钻石 谁就真的会转弱呢 老师这里面有几个栏位 当然就是前四月的营收YLY 今年Q1 EPS跟去年同期相比 还有今年EPS预估值 还有股价净值 那资券法人 这个是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那形态部分呢 对 没错 我想这个部分来讲 我先跟大家报告 因为有些股票来讲 评价的模式有几种 那一般大家用的 当然第一个就股价净值比 第二个就是本益比的部分 那你这些 你比如说有EPS 有净值 你大概就可以算得出来 那另外资券法人部分 当然这个是筹码的部分 那形态来讲的话 它就所谓技术面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呢 它代表的是一个中长线的部分 那技术面跟筹码面 你可以把它视为是 短期的一个操作的部分 好 那我们讲华硕 你看一下 其实你看到我举例的 这几檔股票好了 其实前四个月真的都很惨 华硕算比较不长 可是重点来的 华硕是因为这样而大涨吗 不是啊 不是说它比较不长 好 那你看一下 今年第一季的EPS来讲的话 其实这些都很惨 你跟去年同期来做比较 对 对不对 它去年华硕第一季就赚了14块 它是赔 来 那你看细利的部分 它赚16.74 你看一下 那这个赚5.19赔0.28 这个赚2.18赔0.6 你看其实都这个 长龙扬米也都是相同的状况 好 那都差很多 重点来了 你看一下今年预估的EPS 好 我们先讲华硕的部分 纵使今年券商预估了 它的趋天值蛮大的 就7到15块 去年赚19.78块 那你觉得 它也是衰退对不对 所以假如它是衰退的状况之下 你看一下 它的性质是在295 今天还没大涨的时候 你看它的净值是不是股价低于净值 好 那你看一下细利好了 细利为什么会跌 因为它的股价在昨天到今天好了 跌停板 还390.5 它的 净值才 81块 你看一下 所以你觉得 对不对 可是它的EPS也真的大幅的衰退 那你看一下 6719的细利KY好了 力质 6719的力质好了 你看一下 它相对是什么 因为它的净值109.3 对不对 股价也是 净值的一倍 对 因为 它们今年都没有成长性 所以你假如离你的净值 真的是太远的时候 其实一公布的时候 失望性的卖押 它真的会怕 它会比较怕 你知道吗 不像华硕 它感觉比较不怕 它净值比较高 好 你3105的文帽的部分 是不是也是相同的状况 对啊 股价大幅超越净值 对 也是100多 那它的净值大概只有76.2 那你看一下 长龙跟阳敏 其实你说 所以就是净值高于股价很多的 对 这个是净值高于股价 那你看一下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我觉得长龙 阳敏差不多了 差不多要涨 为什么 因为其实 其实以阳敏来讲的话 它公布大概EPS接近1块钱 那你试想 假如说第二期期现在的预期 假如第二期跟第一期持平就好了 我不要说它涨 我就说持平就好了 持平就好了 不要说像上次的长龙讲的法说 第二期会比第一期好 我们不要想这样子 我们说持平就好了 那你下半年总会比上半年好吧 因为孕驾 因为旺季 对 所以你假如第一期大概还是赚钱 那你试想 第二期大概也不会赔钱 第三期 第四期应该就赚钱了 那你假如说以华硕 对不对 它都可以这样 当然华硕是品牌 不能这样比 可是我的一种 以它的净值来讲的话 你比如说阳敏好了 接收61.2 它的净值真的99块 那你觉得它真的不会涨吗 而且它的资券跟法人 老师你现在看的心态是好的 所以我觉得是 因为股票有时候是这样 当法人砍不下去的时候 它不再破底的时候 其实反而是好 没得砍了 因为你要想说 反正他们也砍得差不多 那股价怎么不太会跌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其实CFI的部分 因为这一波的最低点 就是大概在905 那纵使上个礼拜点 它大概还是有98几 就是说它还是反弹的大概8% 离低点的部分 它还是有8% 所以我觉得这种应该 确实会慢慢的一个转强 那另外的部分 你比如说像系列好了 形态部分 你比如说像利字 这个就真的比较弱势 不知道底部在哪里 对 这个就真的不知道底部在哪里 我觉得这种股票 相对上来讲 因为你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从今年预估值来看 或者从股价金指比的角度来看 确实都有还是被高估 所以这种股票 我觉得就趁大盘反弹的时候 相对弱势的股票 就是说你基本面不是太好 那你股价金指比也真的比较高 那你的形态筹码面又相对不好 其实应该是趁反弹 来做减码的一个动作 老师 那这个相同 你刚刚给这几个栏位 有没有办法运用在强势股上面的比较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重电除能相关概念股 这些概念股说真的Q1的EPS表现都非常非常亮丽 对 没错 其实你看一下 当然除能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你看到几乎基本上来讲 几乎都成长 还有会转引的 都是比去年成长 大概只有大同的部分 比去年来讲 可是大同的部分很多都是业外 那今年预估的EPS来讲的话 其实大部分来看的话 也都稍微会有成长 可是成长的幅度不是真的非常的大 那你会说其实为什么最近还是非常 相对上来讲还是很强 我个人觉得 因为它现在就是盘面上的主軸 这一波它是主流 主流类股 你的本益比本来就是会被往上来进行 拉高的一个动作 那其实我们再看一下它股价的部分 那另外的 当然从知询或法人的状态跟形态来看 其实我要跟大家报告 相对比较 这个地方你观察几檔指标 你比如说像1503的一个四电的部分 就是没人敢追了 没人敢追对不对 你看一下1503的四电的部分 其实这个形态算相对上来讲是比较强 那EPS来讲的话 其实它也具备成长 就是要看它 它是一个观察指标 你不敢追没关系 1519的一个滑成的部分 今天比较还蛮强的 对 今天这个这两档股票是被纳入MCI的 对 所以你要观察一下 外资有没有趁最近开始出现买超的一个动作 因为提前卡位 就是你这些这两档股票 你视为是重要的一个指标 好那另外的 1514的系列的部分 你看一下 1514亚历 亚历的部分 对 你看一下 股价就相对比较弱 因为它的筹码跟法人的部分 相对来讲就比较弱 那1609的一个大亚的部分 1609这个业外很会赚的 这个是业外的 好 那我们先不要理它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你有没有看到 多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 你看一下 所以我们凭这两档是多 对 你看一下 你从它的一个本益比的角度来看 其实它的成长幅度算大的 1504的一个 然后它的资券跟法人的部分 相对上来讲 你从形态来看 它也是算比较正面的 就是这档股票来看的话 我觉得看它能不能往上来进行攻坚 其实东元 这种是不是叠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深 其实它股闻很大 其实我觉得最有机会的应该是大同 为什么 其实东元的时候 其实之前我也跟大家讲过 这一波刚刚上来的时候 我说这种新题材的部分 又是大型股 不会这么快走来 不会那么快结束 是啊 你看又上去了 那你看一下237的大同好 当然这个也都是业外 可是我问大家 当这些的重店的股票涨成这样 你觉得大同好 当然这个现行看起来 不是那么漂亮 可是重点还是红K棒 我觉得这种你就设一个停损 比如说你是买在今天的平盘附近的 其实你就有可能跌2 3% 我觉得这种股票 其实往上的机会 是非常的一个大的 好 今天时间有限 老师刚才花了很多的时间 跟大家讲一讲Q1 相关有一些比较弱势个股 其实有一些可能 真的是涨多要休息形态平弱 但有一些看起来 反而卖不下去 随时酝酿反弹 那人气的重店雏群怎么操作呢 各个高档的试店跟华城 大家追起来会怕 但可以留意的是 在5月底之前 如果MACI 对重店个股 有持续的再加码股票的话 也许可以留意 这个股本比较大 但相对稳健的大同跟东元 那这边呢 在老师还准备了 防疫概念股的 这个通路包含药局的评价 也是很多的投资人想要问的 那我们时间有限没有关系 老师这些资料呢 都会放在LINE AT 里面 同学们可以用手机扫一下 教育老师下方的 大头娃娃的QR Code 好 进去之后呢 这相关的表格内容 怎么样评价的方式 你有疑问的话 都可以跟老师加个朋友 加个LINE来询问 那明天有时间 我们会把这个药局 跟防疫概念股 QR Code 是不是真的会现行 怎么办呢 来做一个比较详尽的阐述 管会来聊一下 520行情到底还有没有温度 老师认为 重店除能军工还是有风 那再生医疗呢 因为明天又要再次的三毒了 股价非常的刺激 大家都在压宝 再生医疗股能够强短吗 人来关注的是 绿能概念股 今天比大盘还要强 怎么做留意呢 请问邓老师 休息一下锁定 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 五七股市同学会 520行情到底会不会发酵 至少在今天台北股市 小跌的过程当中 这些正在概念股 依然有零星的强势股在点火 宝瑞Q1获利10.3亿 每股赚13.62元 获利年增420% 创下台湾制药股的记录 也成为上季贵买指数 各股的获利王 毛利率40.3 创下近八季的新高 这么好的获利 为什么法人弃养呢 近五天法人卖873张 怎么样来做留意呢 不过我们看到 首季获利有法人买的 会不会更安全 关键要看位阶 其实老师说 第一季尽管说 几家欢乐几家愁 不过还是有人赚钱 也获得法人青睐 可是位阶不一样 你可能要抓好一下 这个停力或停损点 风险要控关号 我们关注一下 其实军工当中有汉祥 生计有美食常设 是获利好 法人有买的 那工艺电脑有化汉跟利端 也都是法人有买 第一季获利还不错 那今天看起来 其实呢 大盘就是强势的标的 还蛮少的啦 但趁这个时间点 老师认为怎么样来 好好检视你的这个选股的逻辑 找出一些比较有机会发动的标的呢 好的 我想第一季的这个财报出来之后 当然不管是赚钱或赔钱的 股价上有的反应 或许跟同学们期待就不一样 有的股价这个赚这么好 对不对 那近八季的新高 可是你发觉他今天的走法 我们看一下 一档一档来看 六四七二 六四七的宝瑞 你要发觉为什么是开高走低 照理说这么好的这个财报 应该要突破八百过不去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他的位阶 他的基期真的很高了 所以基本上基期高的股价 我们就建议同学只能抢短 手脚要快 你就设好停一停损 那你会发觉 他现在也没有跌破这个线形 但是一旦跌破 你底下持有的都要赶快停力 跌破昨天的低点吗 跌破这个 昨天的低点是不好的 太低了 对 这条月线跌破你就要测了 月线一跌破 七六九左右 七六九一跌破 有的人就获利先停力了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在这里买 在这里买 一跌破你还是小赚的 空手就不要玩它了 我们来看这张字卡里面 我们在上个礼拜 有跟各位提到的是长盛 对 化汉 对吧 我说化汉是跟延华来比 我赚比延华多 但是股价差了100多块 长盛是基期非常的低 去年第一季是赔0.15 今年第一季是赚1.7 这是非常大的成长 对 所以你就发觉到说 我今天长盛就很强 而且是带量工 对 这个量是过这个量 也过这个量 也过这个量 这是很漂亮 因为这个底型 这个是为什么上个礼拜 我们告诉同学的时候都在这里 你就是买黑买黑买黑 你会说 整个再生医疗法 大家说那个所谓的训练也会收费 三雇也会收费 可是你看三雇为什么杀跌停 3224你看一下三雇 3224看一下 上礼拜五是他最强 对 他为什么杀跌停 粗量 这就不对了 对不对 你刚才看到是长盛粗量 是攻击 这个粗量是沙盘 所以像这种股票你就不要碰 你就不要碰 这就是为什么上个礼拜 我们火力精简说 你要看再生医疗法就看长盛 他位阶真的很低 而且从去年第一季赔0.15 便赚1块7 这是很可怕的成长 所以基本 化汉我们来看 化汉跟炎华来比就不一样了 所以化汉今天也是这个小黑K 但是你发展你看 亮缩 拉火就亮缩 攻击就出亮 那一样都占上所有的均线 所以你空手的反而可以去注意化汉 那你来看一下炎华 好 炎华 2395 炎华现在在这里 394 化汉270 你们就觉得差120 但是我赚比你多 你看我赚4.64 炎华赚43.8 我1到4月成长年增31% 你年增9 9.71% 再怎么撒也知道 要布局位阶低 对 最重要是你的基齐高 我的基齐低 所以各位看到今天 为什么宝瑞开高走低 因为那基齐是高的 长社为什么会涨 那基齐是低的 好 包括特别要注意的这个长元科 今天没有涨 上礼拜很强 今天没有涨 反而是机位 为什么 因为各位 它去年是赔0.13 今年是赚了 最重要在这个数字看一下 1到7倍 这是爆炸成长的7倍 刚好今天拉回 也就是一个好的买点 再来昌和也是上礼拜告诉各位的 那它基齐是属于低的 所以为什么在整个太阳能相关的类股 我会比较重视的是昌和 因为基齐比较低 基齐低 那股价的成长空间是看得到的 好 这些个股 其实都有跟政策沾上边 还有这个获利好 股价位皆低的 都在表格上面 同学们如果问题的话 就可以参考画面上面 邓老师的大头娃娃 下面有个QR Code 或者是你用LINE输入这个 旁边的这几个英文字母跟数字 就可以找到邓老师的LINE 那这个里面的个股 包含了它的基齐跟操作建议 都在LINE 里面会跟同学们做分享 如果你的持股的问题 也可以跟邓老师来请教 老师 那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从K線来观察 好 各位看一眼就知道了 这个叫做基齐 基齐非常高 你看它31块变850了 所以这种股票再好的利多 我们都要提防说 只要有人落跑 你要比人家跑得快 所以基齐很高 所以我们就当指标 当指标 所以基本上 我们不会建议同学去追宝瑞 我们上礼拜也提到了 对不对 我说不要去追宝瑞 去买长盛 对 那基齐高 不是说它短线就不好 是短线它可能有空间 但是这个短线都局限在什么 当冲 隔日冲 太风行了 所以你自己如果想要抢这种 强势股 高基齐的股票 你手脚就一定要快 那如果说你是稳扎稳打的 你就买这种基齐低的 你发现我基齐就这么低 所以你现在布局买它 至少会告诉你说 我先去攻这个颈线的位置 我现在连颈线位置都还没到 对 等于说在上个礼拜 你不管是200块 200亿布局的 你的目标就是 它先攻277.5 这是第一个目标 一旦又让它站上277.5 你就知道第二个目标 就是1比1的等距离又来了 毕竟这个就是我们一个阶段 因为这个才刚开始翻红 攻到277就有机会走1比1等距离 这个距离有90几块 对 站稳了 就是个WD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是要看得到未来 所以上个礼拜 为什么在200亿上下 我都建议同学们 你不要再追保瑞了 你就买长盛 你就发觉今天的长盛是蛮强的 你也不是说 是不是因为再生医疗法会过关 还是说明天就会三毒通过 我们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你却发觉到 为什么三固砂跌停 腰级是高 对 为什么它是拉上去 所以你还是要重视基本面 它从去年培林.15 变第一季赚1块7 这个就是基本面 还有基奇在撑着 好 再来为什么提到长元科 光这个数字就吓死人了 对吧 再来就是去年是赔钱 今年变赚钱了 开始赚钱了 你看它的形态 它的高点从104 93 76 到最近你看到就是512 这个是颈线位置 但是你看到单什么 它站上了颈线吧 它不是完全站上颈线 已经站上了 我们就知道 这一段的距离就算得出来了 也说这一段距离 未来就是要挑战这个高点 好 今天再来看这里很重要 这个所有的大量区就是这一根 就是上个礼拜 5 6 2 41.85到562 今天我们来562附近 有 你看一下江波图 最高58.2 你看江波图 今天最低来到558 也就是说这个562附近 就是你再一次的买点 因为最大量区撑在这里 所以你看今天562你一定买得到 因为有558 对 这里也有56 你一定买得到 所以这个就是第二次的好买点 也就是说你这边没有买的人 第二次就是好买点在这边 回测大量区的高点562 目标就是要挑战 至少76 今天是收568 收盘收568 其实这个位置 起码也不错 安全 所以今天是跌的 反而是一个机会 好 再来昌和各位看到 它整个线形就是很清楚 我在打底中 这就是底部 那指标都翻红了 交叉了 所以拉回来都可以站在买方的 好 工业电脑延华 当指标看 当指标看 它最高来到409了 所以我们快速往下 好 看 艾迅它的机期算中等 它要挑战高点 可能空间不多了 对 立端我们刚才提到 机期也是很高 已经来到100多块 威强电也是来到高点 机期还是高的 各位看一眼知道 机期低的有广基 广基 你看这个也是非常大 这是10年的大底 现在在等待这个 你说今天广基有拉回 好啊 很好啊 为什么 因为大量区在这里 大量区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月准备要去突破 所以你要买黑不买红 你看到今天广基都 回到77块以下 包括缩盘缩在76.9 这都很漂亮 因为你买起来就等它突破 再来就是化碳 我说化碳跟研滑一比 你就知道要挑化碳 第一个 指标刚交叉 大量区在这里 滴打得好扎实 而且这个最大量在这里 这个月就有机会站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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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